政府舉辦第八場政制發展諮詢會 諮詢會吸引了一百七十幾個社團代表出席 他們主要來自社會服務、文化、教育和體育等等的界別 其中二十人有發言 与會者圍繞政改進程、行政長官選委會組成 立法會直選和間選議席數目等等發表意見 按照現在譬如加二加二的方案 還會變成十四個直選、十二個間選和七個委任 如果大家暗暗計數機、計算比率的話 幾乎是沒有變度 還有變更的百分比是不超過三的 那於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 由三百人增至四百人 即是加一百人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 以及亦都是非常之認同的 行政長官是由三百名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投票所產生的 而一般市民對選委的任免是沒有辦法參與 對他們的投票意向亦都是無法顧問的 我們要結合澳門這個地區的實際的情況 我們澳門是沒有政黨的紛爭 有的是社團的合作 沒有族群的狗角 有的是和睦互助 另外科技大學舉辦政制發展座談會 給人數超過二百五十人出席